那其實瘦肉筋有很多種 在我們的講法就是增加了飼料換肉綠 重點是它比 什麼激素 大家認為的激素 都便宜很多 的確是有案例說 可能是吃太多 然後造成心臟病發 倒汗啊 心劑啊這些 以一個正常的邏輯來看的話 我覺得去 care 肉裡面的藥物殘留 我們怎麼不去檢討 自己一天到晚愛吃成藥 哇 不知道我剪掉是不是啦 我們台灣的食品的法規啊 哇 大概是全球最嚴 我們先進國家 找全世界最嚴的來做參考 你要是最嚴的就給它訂下去 然後你有沒有辦法執行再說 你這個比較不能講吧 仰賴進口的關係 常常會收到一些很爛的原料 它的飼料集都可能跟我們 我們不要說死筆 他們飼料集比我們的飼料集好一些 我們那個實驗室都接了一批收水 真的就是噴 然後我們去測這個噴的營養價值 就是連很爛的東西 我們都要想辦法讓它可以被利用 豬肉瘦肉精 其實我們覺得應該要跟大家講一下 瘦肉精到底是幹什麼的 我們應該先講它應該是什麼 蟻形瘦體素對不對 對 蟻形瘦體素 那其實瘦肉精有很多種 其中有幾種 它就是我們人類的氣喘用藥 我們以前在學的時候 蟻形瘦體素它是接瘦的瘦 不是瘦身的瘦 這個瘦體素呢 它就是被發現就是說 它可以刺激蛋白質的合成 減少脂肪 以經濟動物來講 我們當然還是希望肉多脂肪少 尤其是這種皮下脂肪 它的效果就是讓你的脂肪變少 然後肌肉變多 肌肉量變多 肌肉可以賣的肉比較多 然後它的客人 可能租飯就比較喜歡 就是攤販會比較喜歡 因為它能夠要消掉油會變少 對 就說我都要這種都是肉的肉 對啊 而且因為蛋白質就是比較貴 在我們的講法就是增加了飼料換肉率 重點是它比什麼激素 大家認為的激素 都便宜很多 對 它算是便宜的東西 沒錯 那但是這其實就會牽扯到一些 所謂的用藥殘留的問題 因為其實像我們通常去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都會問說 欸 你有沒有對什麼藥物過敏 會有人對藥物過敏 那我們為什麼要去 care就是說 肌肉裡面到底 肌肉 我說 muscle 的這個肌肉 裡面有沒有藥物殘留 就是因為其實就會很怕說 有些人它可能會對某些藥物 有可能它已經在使用這個藥物了 然後已經使用到那個量 然後它在吃到這個 吃太多的時候 對 甚至是說過敏的情況 的確是有案例說 可能是吃太多 然後造成心臟病發 倒汗啊 心劑啊這些 它好像我記得作用很接近腎臟腺素 對不對 就是讓腎臟腺素作用得更好 對 所以它就是一個興奮劑這樣子 對 你吃了之後你就會心跳啊 血管會收 對 都會增加 對 你就會各種的 不舒服 也不是說不舒服啊 它適當的量是ok的 對啊 所以我真的覺得要吃到那個 那個量其實很難 不過的確是有一次的狀況發生 這個肉裡面有抗生素怎麼樣怎麼樣 大家都會在那邊講說 你們都打抗生素啊 所以動物才養這麼好 如果以一個正常的邏輯來看的話 我覺得去care肉裡面的藥物殘留 我們怎麼不去檢討 自己一天到晚愛吃成藥 你讓我剪掉是不是啦 好 的確我覺得台灣人藥物濫用的問題 對啊 甚至很多人我覺得是看了這個醫生 因為我們健保太便宜了 對 看了這個醫生又去看那個醫生 對 什麼藥都拿一下 你今天感冒了 然後隔天你可能肌肉痛 而且腳痛 對 然後你又去拿藥 對 然後你兩邊藥同時一起吃 對 很high 很悲劇喔 對啊 很悲劇喔 我之前就有開玩笑說 與其去驗肉裡面的抗生素 你倒不如有種你去驗一下 應該比那個肉裡面的精彩千倍萬倍 所以台灣人洗腎才會那麼餓 因為我們健保太便宜了 對啊 所以你吃到洗腎之後 再去用健保洗腎 你自己抗生素在那邊吃一克的 然後你去care那個幾ppm的殘留量 怪別人比較容易 對 我覺得都是怪別人比較容易 對啊 就是一直去檢討那個 但是其實你自己吃的藥物的量 已經超多的 不知道該說是要讚賞 還是說我們的政府部門 其實在這個部分算是非常的用心 所以我們台灣的食品的法規 大概是全球最嚴 我們是先進國家 對 超級嚴 就是每一次的法規修訂 都是找全世界最嚴的來做參考 全部人都不行什麼 我們全部都要 對 我們就是全世界最嚴的 然後食品標示法也是超精彩 對 就是哪一個國家用最嚴的 我們就打他拿來參考 對 因為我們完全沒有去考慮自己的國家的狀況 或是我們國民的健康狀況 對 我們就先來 對 反正就是 對 只要是最嚴的 就給他訂下去了 然後你有沒有辦法執行再說 對 對 你這個比較不能講吧 我會笑我的頻道 算了 對啊 所以 其實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政府的把關算是蠻嚴的 其實就是說在我們這些肉品上市之前 它都有一個一連串的流程 就是你今天要屠宰之前 一定要去送藥檢 你藥檢過了之後 屠宰場才會讓你進去 所以其實不用真的去太恐慌說 這個肉裡面因為有什麼 生長激素殘留啊 抗生素殘留這個事情 一來是不符合成本效益 二來是其實都有在把關 我覺得是可以去留意這件事情 就是你可以關心 可是不要就是恐慌到這個地步 我們又要講美豬嗎 就講啊 對啊 美豬就是 好它使用萊克多巴胺 那其實就是現在廠商有沒有在進嘛 對 然後進來有沒有撿嘛 有撿了然後不行就是退貨 對啊 對啊 我覺得可以去關心這種東西 然後真的不行了就是退貨 對 對 就是一樣的事情啊 就像我們雞蛋進口進來也是要檢驗啊 我們自己的豬肉我們都要撿啊 對啊 對啊 就是東西就是該拿出來檢驗嘛 然後有不OK的就是處理 對 然後再去要求廠商那邊 或是養殖戶這邊 加工廠那邊 就是要給我弄好啊 對啊 真的不用去恐慌這個部分 不要看到說我們美國豬肉就 就 驚到爆 爆炸 你想看看西班牙豬肉 白白豬肉 其實他們這幾個國家的豬肉養的比台灣好啊 他們超強的啊 對啊 因為他們的環境啊 飼料配方啊 對 我覺得飼料是真的硬傷 台灣沒辦法有自己的飼料原料 對啊 對 台灣飼料真的是硬傷 對啊 就是全部仰賴進口 然後講到這個就是其實我覺得在台灣 續產養殖蠻辛苦就是因為 我們沒有自產的飼料原料 幾乎全部就是 仰賴進口的關係 常常會收到一些很爛的原料 但是你沒辦法 你不用你就沒辦法生存啊 在這樣子的前提之下 你就已經用爛的原料了 你要怎麼把東西養好 那我們台灣人其實也 蠻聰明的 所以 我們要講什麼 我們的這個續產的這個能力真的很強 所以就是會有很多不同的一些飼料添加劑 可能有一些是去處理這些不太OK的飼料原料 甚至是說強化它的一些營養素的吸收 補足它原本原料的一些補足 就是連很爛的東西 我們都要想辦法讓它可以被利用 那是因為台灣沒有好的原料 對 很多農業大國的話 他們本身原料就夠好 他不用去思考這件事情 對啊 所以它的飼料集都可能跟我們 我們不要說實力 他們飼料集比我們的飼料集好一些 畢竟那個運輸跟倉儲的過程差很多 對 然後他們那邊就很乾燥 然後台灣又濕又熱 對 營效架橋就發霉 也不是說所有的濫料都一定要強迫使用 因為一定真的太差的 是真的會打掉 但是我們都會去測試就是說 它有沒有可能再被利用 會去做檢測 你講得好含鬚 有沒有可能再次利用 對 有沒有可能再利用 那真的不能再利用的 我們也是要給它堆肥用 把它盡量的可以去處理掉 好那我以前念研究所的時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我們那實驗室都接了一批收水 真的就是噴 然後我們去測這個噴的營養價值 哦 你能想像嗎 把噴拿去烘香裡面 烘乾 然後來測 然後抹粉 去測它的粗蛋白 去測它的粗脂肪 哇塞 烘乾的過程沒有人可以帶得住 這我已經壞掉了 對 就是真的就是 就是你外面看到我們那種藍色收水桶裡面 撈出來的東西 這幾年很紅那個什麼 黑水嘛 它那個也是處理廢棄物的啊 要拿去處理那個收水 收水 然後再把它拿去 對 再把那個蟲 拿去烘乾抹粉 然後變飼料原料 我們就是一直在想著如何循環再利用 對啊 像我這次去屏東那個 那個建良我們的學長那邊 他們就是把那個加工廠 玉米粒加工廠的玉米梗 拿去清除就是發酵 就醃成泡菜啦 這樣講 醃成泡菜之後 然後之後再拿去給牛吃 對 然後像什麼甘蔗渣 對啊 還是拿去給牛吃 然後什麼 反正各種奇怪 那個玉米皮有沒有 對 玉米皮啊 那種東西啊 對啊 就全部一起啊 對 所以他們就是酒魄 什麼高粱酒魄啤酒魄 啤酒魄那些 啤酒魄超香的 像我之前去那種發表的時候 還有碰到那個養菇的下面的那個培養機 對 那個也有 培養機 對 拿去餵反族動物 可以喔 可以 就是它那個菇類的 它下面那個太空包的那個 拿出來 理論上是可以 也可以 對啊 都是在做這些啊 我們就是如何廢物再利用 我們怎麼那麼慘啊 可是其實都 像這些報告其實出來之後 效果其實都不錯 我想應該是 可是現在我覺得很欠缺就是整個 你要怎麼讓菇農跟那個養殖戶去接洽 對 然後中間 因為可能會有 像玉米有產劑問題 對 學長他們想到的方式 見了他們想到的方式就是清除 嗯嗯 就是這個產劑過了 可是我還是一直會有 對 因為畢竟牛是流胃菌啊 對 如果它每天撕掉差太多的話 它那個菌相會 會跑掉 它會生病 對 所以就是它想辦法去做清除啊 幹嘛的啊 對 然後牛糞拿去種草 對 然後草再割回來給牛吃 對 我覺得台灣農民也太強了 真的超強的啊 就是什麼都可以想得到啊 環境所逼的 等一下美國人就不用想這些事情啊 他們就不要就不要啊 那歐洲人也不用想這些事情欸 對啊 不然我們台灣這邊吃內臟吃一大堆 美國就全部拿去做罐頭了 全部拿去做飼料 狗罐頭那些啊 對啊 他們拿去做罐頭 我們拿來當內臟 其實現在內臟消費量怎麼那麼高了 豬肝很少人吃 豬肝 我覺得也要看 可是我覺得也可能是華人的飲食習慣 就會去吃內臟 豬肝大家現在吃很少 因為豬肝量有剩 所以大家之前炒到什麼肝臟的那個 乃克多巴胺殘量會過高 然後直接人家又說 人家又說我們沒有那幾口豬肝 因為我們自己吃都有剩 沒有有剩啊 吃不完 太多 然後像就是 因為我之前去日本吃 常常都吃到牛肝 像學長他們的牛肝 基本上沒地方去 他的店要產地當天過去 對 然後最多隔天用 放了一兩天而已 像日本 因為牛肝那麼大吧 就這麼大一片 對啊 賣不掉 賣不完 然後 怎麼辦 我就吃很開心 我也想吃 你自己跟他講